在那山巅之上 男子正在感悟浩然正气 就看其单手持剑立于山巅 念力融会天地之间 远处那雪山被这剑气震荡 瞬间智力破碎 好一个出窍即无敌 一剑可开山 那是什么 浩然剑气 浩然剑气 宁缺看那被一剑荡平的雪山 心中大害 一路小跑奔向男人 学姐 叫我修行吧 说我背图 男子心中冷亨 男儿膝下可有黄金 可宁缺哪管这些 我愿把黄金都给你 男子说罢挥手离去 一道无形威压 震得宁缺喘不上起来 这句话宁缺听过无数遍 宁缺雪山十七窍 能通十窍可修行 偏偏宁缺声来妖孽 竟有十一窍不通 可宁缺心中不甘 即便如此又怎样 我又平慎听天 见宁缺如此倔强 这书院的二先生倒也心生佩意 抬手散去宁缺身上的王大威亚 想跟着我 等你登上二层楼 再说吧 二层楼在哪 这大唐书院 红尘着世间 屹立万事 若进入二层楼 即是天选七才 更可成为夫子的清传 倘若问夫子有多高 有多高 这自然是极高 而宁缺不远千里 从边疆来到都城 虽是为修行正道 更也是为除去 那个超近自家满门的男人 只是宁缺自己都未曾想到 自己尚未进入书院 就碰上这致命以下 无敌散修王景月 若不是这老者及时出手 一道锦字符从天而降 恐怕已是要命丧这风雨夜 如今春风亭大战落幕 自然是要一关这长安之南 大唐之下的书院风采 这么多人 你能考上的 你说呢 能 再说一遍 大点声 能 能来参加书院校考的考生 皆是不凡 宁缺看着眼前众人 无意不是皇亲国气 属地妖孽 即便自己是书碧湖的坎传人 心中也不经敌补 山后名中清脆吉祥 数百考生落座院中 这科目一变为数科 不知这夫子哪里来的兴致 说那周游列国 欲桃山美酒 一路摘花饮酒行 切一斤桃花饮一服酒 如是而行到山巅 敢问切了几斤桃花几斤酒 宁缺心中万马过 即便杀人无数 依旧忍不住感叹 谁处一体 太二 夫子饮了二股酒 整进满山桃花 果然是二 却不想答案真当是二 宁缺手起笔落写下心中所想 便率先离开考场 公主李渝见到此幕 心中尽不知为何泛起那桃花 而这科目二奶文是 宁缺所幸也不再解读这题目 心中所想桑桑曾与自己说过 少爷 马将军说了 题不会大 没关系 一定要用字 把卷子添了 想及此处宁缺嘴角一斜 洋洋洒洒写下那一文太上感应篇 本以为自己这一首好字 多少换来两分同情 哪曾想让月卷三先生 直接写下丁字幕呢 一名男子 写这么漂亮的簪花小凯 他什么意思居心不良 三师姐你眼睛真毒 幸好这科目三奶是宁缺的拿手好戏 射科 如今宁缺能否成为书院的正式学生 全凭是否能在这科目上拔得头筹 其规则倒是简单 众人入战场对射 倘若身上有箭矢印记即被判作出局 一众考生在这树林之中不亦乐乎 殊不知一场蓄谋已久的危机即将来临 那燕国龙庆皇子未报国仇 早已按插数名刺客潜伏考生之中 只在这一刻将这唐王公主杀害 宁缺本是想坐山观虎斗 藏匿树上遇到黄雀在后 偏偏看到一名考生被刺客射杀 宁缺心中一惊 未曾多想冲入阵中 也幸亏这刺客不过是寻常无准 面对杀法果断的宁缺 自是无反抗之力 不过片刻便将树林刺客击毙 可饶是如此 依旧有两人隐秘临终 手握弓箭直向公主 宁缺心中担忧 自己只有一箭 倘若不能两拳 公主必定威仪 就此时 一男子一路狂奔 口中大声喊道 鱼儿危险